美水沒電沒食物 男子被困洛杉磯山區 失聯數日 美景配美食 米其林主廚聖莫尼卡碼頭開店 瞬間曬黑 死亡股遊客烤箱出體驗 高通脹高利率 美中產階層繼續無緊錢包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如果在大山裡駕車時 車突然壞了 又沒水 沒電 沒食物 該怎麼辦呢 一名男子就因此被困洛杉磯山區數日來看報導 說過男子David 只身從德州開車來到加州 卻與家人突然失去了聯繫 根據報案人提供的失蹤人士活動記錄 警方聯想到一輛停在洛杉磯國家森林公路旁的SUV 兩位好心的警察買了食物和水給他 幫他手機充電 與家人聯繫 甚至把他的車也修好了 兩位好心的警察買了食物和水給他 幫他手機充電 與家人聯繫 甚至把他的車也修好了 因為無家可歸 David 目前依舊住在車裡 警方提醒 如果被困山區 一定要第一時間尋求幫助 請盡管喔 謙當地旅行還要為有匯迷的車 heeft 你也可以問他讓我們幫忙和他們幫助 如果你牽住一時機遇上他們不需要用需要急救急救救 醫生 最最 ideal的項目是到方向窮判出門口的地方 如果他們能看見يل還要發出門口 要看見一部方案 如果他們能看見建築局 可能是有個方向省電的手機 可能會給他們一部電機機甚至兩部電車 夏天来了 民众如果想要近山避暑度假 一定要携带充足的水和汽油 并且与家人保持联系 如果计划露营 要注意早晚的温差 避免夜间失温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李佳英 李永峰 在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著名景点 圣莫尼卡码头 很快要加开五家新的餐饮店 由米其林主厨肯特 带来传统美式料理 让游客能同时享受美景 品尝美食 传统的美式料理 离不开汉堡 薯条和可乐 在圣莫尼卡码头 有五家新的美食餐饮店 即将在本周末开张 在人来人往的旅游圣地 圣莫尼卡码头 米其林厨师詹姆斯·肯特 抢占地理优势 新开了名为 Snackville的美食村 涵盖五家餐饮店 用美食风味 攻下游客的味蕾 在薯条店旁边 和冰淇淋店 游客可以边享受海景 边品味小吃 每年圣莫尼卡码头 大约有1000万名游客造访 6月到8月更是旅游旺季 厨师肯特希望能在 竞争激烈的码头 创造各地民众都喜爱的美味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伯源 刘杰 加州圣莫尼卡市采访报道 加州著名景点死亡谷 这几天已经出现几乎 华氏120度的超高温 但还是吸引很多游客造访 亲身体验超乎寻常的高温 夏天还没有正式到来 加州死亡谷却已极端高温 吸引许多游客来亲身体验 虽然夏季要到6月20日 才正式开始 这场热浪却已经在6月初 提前来袭 气象预报显示 因为大气中的强高压挤滞流 并持续增强 才导致这次异常高温 死亡谷原方表示 这会是又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民众外出更需要做好准备 避免中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安琪综合报道 根据皮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 在持续高通胀的压力下 美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萎缩 并继续无紧钱包 美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正在持续减少 根据皮优研究中心最新的报告 2023年美国的中产阶层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 已经从1971年的61%下降到51% 而这主要归咎于疫情后 久久无法抑制的高通胀 皮优研究中心对中产阶层的定义 是家庭总收入为中等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 到两倍范围区间内的群体 研究发现 在持续的高利率和高通胀压力下 这个群体正在无紧钱包 皮优研究中心的报告还显示 经过通胀调整后 2022年美国所有阶层的收入都高于1970年 不过中产及以下阶层的收入增幅 远低于富人阶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在南海 台海和东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日美韩三国首次在日本沿海进行联合演习 应对中共威胁 周四 日本海上保安厅 美国海岸警卫队和韩国海洋警察厅 派出巡逻舰和两架直升机 在日本武贺市北部附近海域进行了联合搜救训练 模拟两船相撞后 对跳海人员实施救援的场景 这是中共在南海和东海有争议水域 日益加强其强势举动的背景下 日美韩海警的首次海上演练 加强海事合作 近日 四艘疑似载有大炮的中共海警船进入东海有争议水域 日本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周五表示 中共对日本领海的入侵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也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将继续尽最大努力保持警惕 紧急监测尖隔诸岛周边地区 同时冷静 坚决地与中共交涉 近年来 日本加强了对西南部地区的防御 包括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冲绳及其外岛 这些岛屿被认为对应对中共调旗的台海危机具有战略意义 在南海 中共与菲律宾船只的摩擦也不断升级 引发外界对中共与菲律宾盟友美国发生武力冲突的担忧 去年8月 日美韩三国达成协议 加强安全合作 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定 三国海警还在上个月签署了一项协议 这在共同提高区域的海上执法能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赋予综合报道 中共借由黄埔百年抢夺话语权 对台湾退休官兵进行统战和渗透 锁定黄埔专修班 校友号召前往中国旅游 对此 台湾国安指出 中共企图制造国安破口 中共抢夺黄埔军校百年校庆话语权 要台湾退休官兵附中参加广东黄埔活动 爆出国安危机 这次出团六天行程团员只要负担约2.5万元 在中国落地后第一个行程 是办理中国当地的居住证净劳卡 驾照银行账户 并开通中国手机 这不仅让退休官兵的照片 各资全数上交中共政府 国安人士还提醒 如果用中国门号注册微信APP 并绑定中国银行账户 就可以用微信挥款转账消费 使用者若收受来自对岸的任何款项 通联和金流记录 都不受台湾现行机制追踪掌握 成为国安漏洞 我在这边还是重申 就是说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就在哪里 中华民国在这里 所以我在这里诚恳的呼吁 我们的退役将领 不要去中国接受他们的诱惑 来去进行这些相关 可能导致他们各自被泄露 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 中共此次统战目标 是黄埔专修班校友 也是此次活动号召单位 国安高曾分析 因为陆军官校正习班 不屑与中国共产党为伍 只好改由专修班校友会理事长 号召校友参加 新唐人的电视黄浪锦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 周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指责中共曾试图阻挠 菲律宾转运患病军人 称中共的行为野蛮而且不人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利拉俊将描述 在菲律宾海警执行转运生病人员的任务时 中共却派出两艘海警船 两艘小船和两艘橡皮艇进行阻拦骚扰 塔利拉准将谦则说 中共海警野蛮且不人道的行为 在我们的社会中毫无立足之地 他赞扬菲律宾海军在此次事件中 表现出的非凡合作与专业精神 他们最终在当天下午3点15分 成功地将患病人员送抵最近的医院 使其得到了及时治疗 5月19号当天 同样在南海有争议水域 中非双方还发生了另外一场冲突 中共船只试图抢夺菲律宾军方空头的四包物资 其中一包得手 这些物资被中方怀疑是 未用来加固搁浅在仁爱礁的 菲律宾舰艇的建筑材料 不过 当发现包裹中 只是大米和饼干等食物后 中共海景将其全部丢入海中 周四 首次访问菲律宾的 瑞典国防大臣荣松 对中共在南海不断的挑衅行为 表达了担忧 称 这将威胁全球安全 新坛电视台起者 易静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中国疫情至今已经持续四年之久 病毒在不停的变异 死亡人数随之飙升 许多青壮年无征兆死亡 当局却一直掩盖真相 最近中国大陆的疫情再次升温 不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 有的是反复感染 很多医院持续爆满 四年前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 一直没有离开中国 中共极力掩盖 每当一个新的变异株出现 当局就会抛出一个病症 最近又抛出所谓的腺病毒百日咳和肺结结 同时还要求医院不给患者出示新冠证明 就当感冒治疗 民众感叹 目前中国经济到处一片萧条 企业和商家大量倒闭 但冰藏业却异常火爆 不管是冰网年商业要好很多 冰网年要半年一倍的好吧 我见过一个湖北的 做骨灰盒的一家公司 在19年之前 它的公司的骨灰盒是这样子的 在19年之后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跟大健康它是相关的 人最终是一死的 但是现在的人会死得很快 中国经济现在下行的非常严重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经济的基本面非常不好 但是这个冰藏业它的生意却非常的火爆 你比如说在沈阳 它就出现了那个五金店 它也在带卖这个冰藏的用品 其实也是说明了这个死的人非常之多 中共它一直对疫情真实死亡的这个数字 一直是隐瞒的 疫情爆发之初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开示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李洪志大师并开示避疫的良方 如讲真相 三退 真心念真言 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雄斌采访报道 来自河北省的李海龙 原本在大陆担任火车维修技术工程师 他因为疫情见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 并在来到美国后 在法轮功学员帮助下成功三退 火车维修技术工程师李海龙 曾经是小粉红 但在中共疫情封控期间 他亲眼看见隔壁村村民的门 被铁丝网绑住 无法出门 这才让他幡然悔悟 意识到中共的邪恶 大约有30年的时间 我们三个老爷们被封在一个院子里边出不来 所以说很痛苦 然后吃的就是只有米饭 偶尔有一点点青菜 还是偷偷摸摸跑到超市去买的 通过疫情 他越来越清楚中共假恶斗的本质 看看香港就知道 中国共产党所统治的 所管辖的范围 到底是有没有民主的 所以说你只要表达不同的意见 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 来到美国后 李海龙在圣莫尼卡海边碰到法轮功学员 告诉他三退的信息 他不仅主动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也很感激法轮功学员 来到美国之后 也才知道见到这么多人 包括上次看那个四亿人的觉醒这个电影 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人 特别是法轮功学员 一直在坚守 一直在为这事情在做努力 真的是很感动 我还是曾经是党员 但是在17年之后 我就没有交过党费 我叫李海龙 我今天声明 退出中国共产党 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据大纪元网站的数据 至截稿前 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为 4亿3069万9717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阳 刘洁 洛杉矶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 美国海军蓝天使特技飞行队的 2024年飞行季 已经在日前起跑 今年5月 他们以一部纪录片 展现首位女性战机特技飞官的 选拔过程 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与力量 经过2023年的临选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亚曼达里 脱颖而出 成为蓝天使特技飞行队的 首位女性战斗机示范飞行员 我最初在2007年入伍时 是一名航空电子技术员 目标是重返医学院 不过在2009年 她被选中参加一个计划 并于2016年4月成为海军飞行员 蓝天使的飞行速度高达每小时700英里 两台战机的距离最短能达到18英寸 她回忆第一次在弗吉尼亚海滩 看到蓝天使表演时就深受震撼 也因此很高兴能成为其中一员 由美国海军成立于1946年的蓝天使 是全世界历史第二悠久的特技飞行队伍 她希望自己的精力能激励人们挑战自我 跨出舒适圈 发掘自己的能力和勇气 我发现我生活中的 如果我发现100%的努力 我发现有机会的开门 但因为他们能够说 我愿意试试成一个船员 我愿意试试成《蓝天使》 我甚至没有想念 我没有想念的迹象 我只是知道 我认为这些课程 我认为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让我给它一个拍摄 今年5月上映的一部蓝天使纪录片 让观众以第一视角感受精彩惊险的空中表演 了解飞行员的幕后故事 新唐人电视台加州记者站最后报道 欢迎回来 日前超过14个国家的披萨饼厨师 参加了在阿根廷首都举办的世界披萨大赛 这项比赛不止比拼厨艺 其中一个用披萨饼做道具 进行杂技表演的环节 更是刺激又精彩 一起去看看 人们兴奋地打着节拍 披萨饼皮在厨师手中 仿佛变身手卷 飞快地旋转飞舞 在阿根廷首都举办的世界披萨大赛上 阿根廷厨师米雷斯大展身手 他不仅旋转起燃烧中的饼皮 更用双手同时旋转两块饼皮时 以一个迅速转身 再稳稳接住饼皮的技巧 让人群中爆发阵阵欢呼声 最后他转动举起一块 比自己还大的超大饼皮 结束了他精彩的比赛 也当之无愧地拿下第一名的好成绩 其他厨师的高超技艺同样不容错过 有厨师蒙住眼睛上阵 还有厨师灵活完转身后飞饼 这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巴西瑞典等超过14个国家的170位披萨厨师参赛 在赛中拔得头筹的选手还可以代表阿根廷前往意大利 参加今年最大的披萨比赛世界披萨锦标赛 新台电视台记者韩非综合报道 三头大宗熊聚在一起 把一次全家露营搅得天翻地覆 如果这个夏天您也想去露营 请一定做好防熊措施 夏天是全家人一起户外露营的最佳季节 爸爸常常负责整理行李 却总是忘了那么一两件最关键的事情 如果没做好防熊措施 最糟心的一幕就可能会出现 看三头身强体壮的大宗熊来了 它们鸡肠鹿鹿 肆意地翻着各种能吃的东西 漫不经心地踩踏 撕咬着各种它们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物品 顺便把摆放整齐的行李拖拽得一片狼藉 这还没完 接下来野餐桌被搅得一塌糊涂 帐篷被踩碎 连妹妹最喜欢的小被子也被咬得粉碎 这是美国加州奥克兰动物园制作的视频 用来提醒人们 露营虽开心 防熊很必要 为了全家的安全 出行前一定要全面了解野外露营的注意事项 确保收获一个愉快的家庭记忆 美国三个小兄弟跟随父母 在北达科他州的荒野徒步旅行时 意外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幼年霸王龙化石 这块化石非常罕见 考古学家赶来后 制定了详细的方案才进行了挖掘 当然三兄弟好事做到底 全程参与 直到化石被运走 很快 这枚见证历史的化石 将成为丹佛自然科学服务馆 考古展览的主角 向人们讲述亿万年前的故事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